好,這個原來的方程式是 y 等於 a0 加上 a1x 加上 a2x平方 加上 a3x立方 加上 a4x的4次方 加上 a5x的5次方 好,那我們是選a0,a1為獨立的係數 好,a0不動它,a1不動它 好,把那個a2換成多少 a2換成負的2分之 2就是2的階層 2階層分之n 乘上n加1 再乘上a0 好,後面是x平方 對,好,然後 A3的話呢 A3的話 好,這裡的6相當於3的階層 好,6相當於3的階層 3的階層分之n-1 乘上n加上2 好,這個是a1 乘上a1 再乘上x的3次方 好,然後 然後 a4的話 好,a4在這 好,a4 就是那個4的階層分之 是n-2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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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n-1,再乘上n加2,n加4,再乘上a1,再乘上x的5次方 后面有正德负的点点点 然后我把那个a0相关的合并一下 还有a1相关的合并一下 同时把a0提到外面来 好,a0是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都跟a0有关 a0提出来之后,第一项剩下1 好,第二项是2阶乘分之n乘上n加1 好,再乘上x的平方 好,下一项的话是 好,4的阶乘分之n-2,乘上n,再乘上n加1,再乘上n加3 好,这个再乘上x的4次方 好,还有一个a1相关的 就是那个第二项,第四项,第四项,第六项 好,a1提出来之后,第二项留下一个10 再乘上,再乘上x的3次方 好,然后,还有后面的5阶乘分之 n-3,乘上n-1,乘上n加2,乘上n加4 好,这个是x的5次方 减的加的点点点 好,如果把第一个大瓜糊里面的当作a1 第二个大瓜糊里面当作y2的话 那我的通节又可以再写的稍微简化一点 另外y1等于1减掉2阶乘分之n乘上n加1 乘上x的平方 再加上 好,4阶乘分之n减掉2 乘上n,乘上n加1 还要乘上n加3 乘上x的4次方 点点点,加一些点点点 好,然后y2的话呢 就是x就是x减掉3的阶乘分之n减掉1 乘上n加2 好,再乘上x的立方 加上 好,这边是n减掉3 n减掉1 n加上2 n加上4 要除以5阶乘 再乘上x的5次方 好,所以我现在啊 我可以把我的通节表达为 刚刚的里建的方程式 它的通节啊 现在就可以把它写成y等于 a0乘上y1 加上a1乘上y2 好,然后这只是第一部分告一个段落而已 我们还需要再去讨论一下 所谓的 里娟的多项式是怎么一回事 再讨论里娟的多项式 写一下哦 我还需要讨论一下 里娟的多项式 好 那里娟的多项式的讨论方式啊 就是先了解一下它的基本性质 好,里娟的多项式有一个性质是 pn在x等于1的地方 它是1 那这边的n是0,1,2,3 这样等等的变化 好,把握这个原则去处理我们等一下要面对的问题 好,第一个 我们来考虑n等于0的状况 好,考虑n等于0的时候 最后我们看到y1的第二项以后都不见了 意思说y1是一个有限值 但是y2会 无限的急速相加 无限的急速啦 这样是一个无限多项的相加 好,考虑n等于0的话 y1留下1 好,那我们的y2呢 y2是x 减掉 看一下哦 好,这个分 分子-2 好,那就是加上 三分之x的三次方 好,下一项的话是 我们用点点点表示就好了 因为它不是最重要需要关心的 因为我们需要关心的是有限项 取有限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两个相加的函数啊 我要取那个有限项的y1 取这一项 好,我取了有限项之后 我把那个函数形态 再配合这个legend多项是需要的那个要求 好,我就是令我的p0n带0的意思,p0x啊 好,它是一个常数k在乘上y1 好,常数k的目的是要调整到说 x带1的时候它是1啊 好,然后现在的y1是多少 现在的y1是1 k乘上1 好,k乘上1那就是k 好,那我们要满足 x带1的时候 它的函数只是1 好,x带1 其实它是一个常数k里头没有x的 好,意思说k要当作1啊 那个x带1的时候 0接的legend多项是必须是1 意思是k等于1 好,故我们的0接的legend多项是 就是一个常数1 好,这是我们算出来的 0接的legend多项是 它的那个结论 然后那个结果 好,那我们再多看两三个好了 好,我现在来考虑一下n等于1 好,因为考虑n等于1的时候 我们的y2啊 有碰到n减1 n带1的话它就是0 好,它的第二项以后都会碰到n减1 所以第二项以后都是0 好,所以我等一下 我这边所看到的y2只有留下第一项的x而已 好,那再讨论一下y1 好,我的y1是1 减掉n带1 好,那就是减掉x平方 好,后面的其实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用点点点表示就好了 好,这次也是一样 我要取有限项 就这一项 好,我取现在所看到的有限的项次 好,然后令我现在所谓的n等于1的 一阶的regender多项是 这个先写x好了 好,我希望说那个一阶的regender多项是 跟这个有限项有关 好,只是我需要去调整我的倍数k 让我将来的 那个一阶的regender多项是在x等于1的地方 它是1啊 好,所以这就k乘上x 好,然后k乘上x要满足 我刚刚说那个条件 好,需满足 这个 x带1的时候 一阶的regender多项是1 好,要这样满足的话 好,那就是x带1 好,呃 因为x要带1 所以就变成k乘上1 好,这边就等于k乘上x的1 那不就是k等于1吗? 好,k等于1 因此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阶的regender多项是 就是这个1乘上x 也就是x 好,我又算出一阶的regender多项式的函数形态了 好 好,谢谢